而在48条人命当中呢 目前已经确认有34位零难者的身份 也签了33张的死亡证明 不过目前呢 还有11位在等DNA的检测 因为辨识很困难 找来了有空难辨识经验的牙医师 要用齿磨剑式进行比对 预计呢明天就能全部完成 空难加上爆炸 造成遗体辨识困难 卫福部请来牙医师工会 组成8人鉴定小组 而且这些牙医师之前都具有 大员空难 新航空难等相关经验 持续确认罹难者身份 他们都提供权力的协助 因为这个部分是事实的专业 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认 34位罹难者的身份 也已经签发了33位的死亡证明书 其中正驾驶的遗体 也已经确认出身份 正驾驶李毅良飞行经验有22年 不过7月23号当天高雄马工 来回就飞了两趟 虽然合乎国内航线公使规定 但现在民航局都要调查 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那么我们也会去查 如果查到休息时间和超时 派遣不当 航空公司会遭遇到至少 60万到300万的处分 如果如果他没有按规定的话 下号处理进入第三天 现在就剩两位发籍女学生的家属 还没联络上 只能先保存遗体 等外管找到家属后 尽快依家属意愿做后送处理 交通部和外交部也将全力配合 有点TV蔡仲瑞佳妮台北报道